今天教大家怎麼做紅酒燉牛肉 那紅酒燉牛肉其實有很多種做法 那我的做法呢 會用一點小小的技巧 提升它的紅酒的香度 跟它的濃度 首先呢我們用牛腩 那在處理這牛腩的時候啊 我通常啊不會去洗它 這個是濕式熟成產生的水 那你把它洗掉的時候呢 你有時候會把肉汁啊甜度啊 也會跟著水分洗掉 它會有它的香氣濃度跟甜味都在裡面 有點像醃料的概念 我主要的處理方式呢 我就是會把它擦乾 擦乾淨就好了 因為它表面的水分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煎出來的顏色也會比較漂亮 牛腩的話我基本上 我切的大小會是一口的大小 一口下去邊咬邊吸收它的醬汁其實是最適合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紅蘿蔔洋蔥跟西洋芹 這是法式三寶啦 那它主要就是把甜味帶出來 跟蔬果的清香度 先處理紅蘿蔔的部分把皮削掉 用滾刀的方式把它切快 它吸收醬汁會比較均勻也比較快 好再來是西洋芹的部分齁 粗一點沒關係 但如果說有些小朋友真的會怕你就再把它切稀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洋蔥齁洋蔥也我們切丁 來我現在準備一個燉鍋齁 因為我現在要把所有的香氣集中在這鍋子裡面 所以我不換鍋炒 我們用現在是用大火 我們加一點點油 然後我們這時候把肉放進去 好我們炒一下齁 它表面是這樣子架起來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齁 我們離鍋然後我們用它裡面的油脂跟汁來炒香洋蔥 還有芹菜跟紅蘿蔔 我們要用洋蔥煸炒 然後洋蔥會有汁 我們把這個鍋巴的地方把它烤起來 這都是肉汁的精華 它香氣產生之後我會開始轉小火 因為我要讓它有甜度有香氣 當洋蔥變透明的時候 它的甜度就會產生 取代的是本身洋蔥的那個辛香味 好我們現在大部分都透明了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把芹菜放進去 好這個順序要注意齁 為什麼我們先放芹菜 這時候如果炒得夠久的時候 它其實芹菜的深度 深味就會不見了 那我們要炒到說 你已經聞不到西芹的味道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把紅蘿蔔加進去 那紅蘿蔔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大概半炒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們紅蘿蔔我們等一下要用燉的 然後這個炒的部分也是把紅蘿蔔本身的深味 先把它炒掉 炒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加麵粉 我們先鋪一層在上面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讓湯汁比較濃稠一點 你注意看西芹上面是不是有一個一粒一粒的 很像麵疙瘩的感覺對不對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麵糊加得剛剛好 我們這時候來加一點點番茄糊 我們讓它有番茄的味道在去炒的時候 你做出來的醬汁顏色也會比較漂亮 我們就把我們剛剛的牛腩放進去 我們開始開大火 大火之後我們開始加紅酒 大概1.2-1.3之間就好了 完全蓋過去的話紅酒味道會太重 那我們開大火為什麼要開大火 因為我們要讓它可以收汁 這個時候呢我們來準備其他的調味料 那其他的調味料其實是要讓它上色 那所以我準備了黑糖糕 還有這個梅林醋 那我們要拌一下 讓它可以跟紅酒混合 顏色會非常的漂亮 好我們這樣子讓它收汁一下之後 我們加高湯進去 雞高湯比較好取得啦 但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加牛高湯 喔對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你注意看它現在賣冒泡泡對不對 它已經滾的時候我們就要轉小火 這時候我們要準備香料包 大蒜月桂葉黑胡椒粒意大利的乾香料 包起來丟進去把它塞到裡面去 好可以非常好 其實雞湯罐頭裡面它就有鹹度了 我們如果這時候再加鹽巴什麼之類 會太鹹 所以我們轉小火慢慢煮 煮大概這樣的分量大概不關火處 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翻起來還沒加對不對 不是忘記了 是因為我今天準備的是小番茄 我不想把它煮到爛掉 因為我想要咬下去 然後它裡面會爆汁這樣 咬下去 會噴到很爽 這時候我們把番茄放進去 然後煮一下就好了 現在要做的就是紅酒糕 我們準備一個平底鍋 加紅酒 我們開大火 我們要讓它燒 剩下差不多薄薄的一層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開了擠鍋了喔 這時候我們說要叫我新弄 多好吃 簡單 這句話 他跟他媽的好吃 就弄好了 這時候我們說要叫我新弄 太爽了 好 太爽了 為什麼 還在享受 還在享受嗎 imizd